歌林多前书第八章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论到吃鸡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 虽有成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败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继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误会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若有人借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作息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放胆去吃那既偶像之物吗 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第九章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 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 在你们我总是使徒 因为你们在主里 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 就是这样分诉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 带着一同往来 仿佛其余的使徒 和主的弟兄 并基法一样吗 独有我与巴拿巴 没有权柄不做工吗 有谁当兵自备良想呢 有谁栽葡萄园 不吃园里的果子呢 有谁牧养牛羊 不吃牛羊的奶呢 我说这话 岂是赵人的意见 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者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笼住他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 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场的 也当存得良的指望去打场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 撒在你们中间 就是从你们收割 奉样肉身之物 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 有这权柄 何况我们呢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 到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你们岂不知 为圣事劳碌的 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 就分领坛上的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 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柄 我全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 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 因为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 使我所夸地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即使这样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侠管 然而我甘心 做了众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为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仿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教力争胜的 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 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 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功课己身 叫身扶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第十章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 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败偶像 像他们有人败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索命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碑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习又吃鬼的言习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唐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 你们若愿意去 反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我这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里尼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 因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 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法 剃法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她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然而赵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何疑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 乃是招损 第一 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彼此分门别类 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 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 写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 那个酒醉 你们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 叫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它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 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 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 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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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